我們的反轉課堂的第三講 今天就會是系統軟件和應用軟件當中的內容 今天的課題輕鬆一點 本身剩下的東西是一些比較簡單的處理 不需要太複雜的 我們先看看 今天的課堂重點 希望大家能夠列出不同的實用程序 希望大家了解到驅動程序的功用 最後希望能夠分別到不同的應用軟件 即是分辨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上次說了 實用程序就是當你安裝過操作系統的時候 然後更加加的功能 但是很尷尬的地方就是 你們那個實用程序 比如說你看到這裡說的備份程序 其實是有第三方公司 即不是操作系統的公司 都寫這些程序出來的 這裡你看到的所有軟件 其實你的Windows或者MacOS模式是不重要的 因為我第三方都有人生產了這件事 一般來說 因為第三方是 譬如我只是做防錄軟件而已 我很專門的 所以理論上這個功能是優勝過你本身的實用程序 對我來說 我覺得大家 如果實際 現實生活裡 沒有必要知道哪些是實用程序 是的 但是問題對於考試來說 可能大家就真的要記一記 譬如MC突然出一題問你以下 你誰不是實用程序 你誰是實用程序 都會牽涉到的 所以這裡就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 主要有幾樣的 備份 數據還原 數據還原的意思 即是說當我可能是有些檔案或者有些檔案壞了 不見了 然後我就可以令到 我的檔案回來 OK 另外 檔案管理員 檔案管理員反而重要 檔案管理員 譬如說 我們Windows用的我的電腦 Apple用的Finder 都是一個檔案管理員 但是剛才我說了 其實是有第三方的 軟件開發商 是開發到一些檔案管理員的 那當然 你問我們很少可用的 為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Windows和MacOS 那個檔案管理員 都相對地原備 所以我們就少用一些 特別是 我那是MacOS 都比較 他的Finder都是比較好的 然後就是防毒軟件 反而防毒軟件 就是我們在操作系統上 比較弱的一層 我們一般來說都是用第三方的防毒軟件 好了 程序寫裝 程序的寫裝程序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安裝程序 那你便看到 通常就 Windows 我想真的不安裝一個東西 那我就要安裝一個程序 去做的 MacOS 就這樣拉下去 垃圾桶 就行了 不過有時候清理得不乾淨 所以也有第三方會做一些 不安裝的程序 另外 檔案壓縮程序 譬如我們一般以前用的 7zip Guinzip 但其實Windows 有時候都會分析 即是送了這件事給你們 即是一個壓縮程序出來的 好了 程序 詞碟掃描程序 譬如說 譬如說 究竟那個硬碟有沒有壞 有沒有問題 但是也是 剛才說了很多次 第三方有的 譬如Lotton 他有一隻很好用的 那用來做這件事 那視乎你究竟那個 譬如本身我實用程序 提供的功能夠不夠我用呢 如果不夠你便用第三方 夠便算了 好了 另外 遲碟重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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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的硬碟掃描程序 在硬碟掃描程序 在硬碟掃描程序很重要的 我們實體的硬碟掃描程序 很重要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 我們要收拾去 那部機器會快一點的 遲碟重組 但是你說去到這個 用SSD的年代 其實相應那個 遲碟重組的 那個優勢 就又不太好在了 另外 系統監測軟件 有時候我們手機 我們會做到 按個系統監測軟件 然後關掉某些程序 那 大概名字知道 大概知道什麼 最重要的 記住 真是課考試用 就是我不會問 正常心 日常心會不會問你 究竟你的防毒軟件是什麼類別 不會的 但是 希望你們知道 就是當如果我想 不設定一個程序 原來我用的是一個程序 卸裝軟件 OK? 那這個你們要知道的 好了 去到驅動程序 其實驅動程序 之前都說過 我只是要點回 點回一些我之前沒有說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那個驅動程序 其實哪裏要做的呢 就是記住了 是硬件設備的製造商提供的 就是說 不是你的Windows 不是你的MacOS提供的 是譬如我做了一隻 USB手指是有指紋 武器功能的 那麻煩了 你弄這隻手指的時候 要寫上驅動程式的 OK? 好了 第二件事 記住安裝所有新設備的時候 是必須要有驅動程序的 那可能你們會想 咦?不是吧 我上次學校要求我們要Webcam 我買了Webcam回來 好像沒有按到驅動程序 我再提一次 其實本身現在你們的操作系統 已經安裝了一些 我們叫做 genetic 就是比較普通的驅動程序 在裡面 例如Webcam的 普通的驅動程序 安裝了 那你插那個Webcam 進去你的電腦的時候 那個OS就會找 找一下究竟這個 是用什麼驅動程序 那基本上 我們現在做硬件生產商 都會基於那些 general的驅動程序去做的 除非你有特別功能 如果你有特別功能的話 就要自己寫一個 所以其實 你安身硬件的時候 你沒有刻意地做了 安裝驅動程序 但其實你Windows已經幫你做了 或者你的操作系統已經幫你做了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你們要記得了 好 另外一個我也覺得很無聊的題目 所以你看到我今堂這些事情很快去過 這個很無聊的題目是什麼呢 應用軟件 應用軟件我們上次說 你知道應用軟件就是 我們操作系統 不能夠做完所有事情 特別是一些指定的工作 我們不能夠做了 那我們就要由應用軟件的層面去做了 好啦 但是你問我 其實各個應用軟件究竟是什麼類別 跟我們用的軟件沒有關係呢 是沒有的 沒有關係的 那反而你要知道 我文書處理用什麼軟件 我要打字用什麼軟件 我要做報告用什麼軟件 Rather than 我的軟件是什麼類別 不過 課程有 我們都說 好啦 我們主要分四大類別 生產力軟件 通訊軟件 多媒體軟件 娛樂及教育軟件 你的App Store 你的Play Store 可能不是這樣分的 所以其實是沒有一個絕對的分類的 好啦 生產軟件上面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中四學的大部分軟件 文書處理 Word Google Doc 試算表 Excel Google Sheet 等等 多媒體演示軟件 PowerPoint 數據庫軟件 Asses 我們用了一條小鎖匙 之前教過的 個人財務管理軟件 我們沒有學過的 比如Microsoft有Money 有Quicken 另外一個生產生產生件 Crapkin 都是一個我們叫做生產力軟件 不過我想講的一件事 現在有點尷尬 尷尬的位置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云端化了 而云端化上面 究竟我用的軟件 究竟是一個生產力軟件 還是在網上,即是互聯網的軟件呢? 我自己傾向的解決就是,如果你在用雲端化的東西 其實你是用著文書處理器的服務 譬如我用google document 我們是用著文書處理的服務 rather than,這個是文書處理的軟件 這個是很難界定,其實我也覺得不必要去界定 當然,為什麼我要這樣提呢? 如果考試題目跟你說,試列出文書處理器 我自己個人建議就不要寫google document 寫microsoft word那些好些 這個是我想提一提大家的 另外通訊軟件部分有電子郵件程序 你們很少用的,你們全部都用了webbase的email account 所以你們不會用,例如Outlook那些 你不會用,例如MacOS那邊的mail 你們不會用的,通常用完的瀏覽器 我們webbase等等的 另外,這些你經常用的,網頁瀏覽器 例如IE,Five Fox, Chrome, Safari等等 檔案傳輸程序也是你少用一些的 當然去到某些工作上是需要的 實時通訊軟件你們經常用,WhatsApp、WeChat等等 多媒體軟件上,所有多媒體的編輯軟件都帶定,譬如圖像 音頻、視像、網頁,這些我們都Defile了是一個多媒體軟件的 圖像,譬如Photoshop,音頻譬如是Odacity,或者其他軟件 有些很多音頻上面,但Odacity是一個比較出名的 視像上面,譬如是Premium,Windows裏面的Windows Movie Maker 彗星彗影等等,網頁就是DreamWaver 然後有一個叫電腦輔助設計的軟件,或者一些工程上面的圖 我們通常就例如AutoCAD,AUC,AUTOCAD,我們電腦輔助設計軟件 電腦輔助設計軟件就叫CAD,這個通常就去到譬如設計電腦板 或者等等這些外都會用到的專業軟件 另外一些媒體管理軟件,譬如Mindulmedia Player 譬如照片的管理,這些都會是 好,最後這個就是一個娛樂和教育軟件,譬如遊戲,你熟悉 多媒體軟件,譬如QuickTime,Windulmedia Player,這些 電子池子,你知什麼來的,八博傳書,參考書程式,這些都知道 另外就是自學的一些軟件,譬如Microsoft的Math 另外有些是,我估計是數學老師,都會教過大家的 那都是那句啦 對於我來講,你沒有必要去到知道那個,怎麼這麼說 除了考試之外呢 其實你沒有必要知道那個軟件究竟是什麼類別的 你知道它的功能重要過 又或者倒轉是說,當你想處理A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資訊素養的話呢 我們應該懂得選擇適合的軟件 不過anyway,這裡大家就有個概念啦 OK 好啦,那今天就去到這裡啦 也是我們第14課的最後一課啦 我期望這一課理論上是一些簡單 背重多一點點的東西來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掌握啦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裡,拜拜